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通过了劳基法修正案 放宽了劳工退休的规定 采用救治的劳工只要在同一家公司工作10年以上 年满60岁就可以申请退休 而估计目前全国有9万名的劳工可以适用 不少劳工想退休 但往往卡在年资不够 现在劳退制度将部分松绑 原本规定劳工必须年满55岁 在同一家公司服务满15年或是年资满25年 才能够自行申请退休 不过立法院三读通过 放宽退休条件 只要年满60岁 而且年资满10年就能够提前退休 估计目前约有9万名的劳工将先行受惠 一般的企业要强制劳工退休就是一定要劳工年满65岁才可以 但有一些劳工朋友就反映说 这样子跟他们原本预期60岁要退休 这样子的期望有点落空 那所以就有一些反映就是说 希望说这个自行退休的一个要件 能够配合做一点修正 自行退休的年资门槛放宽 学者认为有助于职场的新陈代谢 挪移出更多的职缺 但也指出新规定可能会降低企业雇佣中高龄失业劳工的意愿 劳工学者提醒政府在放宽自行退休规定的同时 应该拟定促进中高龄就业的配套措施 才不会让修法的美意大打折扣 记得蔡伟林张国良 台北报道 新通过的退休规定比以前还要有弹性 虽然对很多劳工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也有劳工担心 公司可能要省退休金 而把他们提早资浅 有企业主职言考量到稳定度 公司并不鼓励劳工只待10年就退休 而这项新的措施 可能会降低他们任用中高龄劳工的意愿 在大环境不景气之下 新法不一定对劳工事项力多 今天我们就来学学退休的手语 照单字往后退 加上手放在腰上是休息 退休 这样您学会了吗 学完的手语 接着来看昨天马英九总统参加了一场 今天的台湾英雄座谈会 借着15个积极奋斗面对人生的故事 展现出台湾的生命力 只能靠着呼吸器行动靠轮椅 陈芙蓉克服身体上的多重障碍 在网络事业开创一片天 这场座谈会总共邀请像这样的15个积极奋斗人生故事 还有不能开口说话的王浩 在激烈的防众市场却能创下好成绩 我希望全台湾的人们 大家可以团结一心 不要再有无所谓的纷争跟吵闹 对于弱势团体能够多加照顾 这些台湾英雄的奋斗历程 让与会的马总统很感动 这张郭冠英的入台言论 引发族群间的不安社会纷劳的此刻 马总统有感而发提出台湾核心价值 马总统绝口不再提及郭冠英引发的纷扰 借着鼓励奋斗人生的故事 为台湾注入关怀力量 扭转社会负面的情绪 记得丁选吴家宝台北报道